我們這次講到法人神聖誠 講到法很重要的 是怎樣講神的恩典 亦都怎樣享受神的恩典 活在神的恩典之中 但有很多人覺得很難講 當我們法國去講的時候 他們講了很多人的東西 人的東西和神的恩典是不同的 我們要分辨這兩個東西 譬如說 我們人會 譬如有些人說 我本來有很多奶益 有很多重淡 有很多煩惱 耶穌釋放我 這樣是好的 祂都是榮耀神 不過這樣的講法 主要是從祂的角度 不是從神的角度 從小的角度怎樣講呢 就是神見到很多人都有壓抑 有重淡 有煩惱 有罪 有邪靈的捆綁 各樣的東西 神的心就很掛心 神就憐憫我們了 首先神掛心 神定義要祝福我們 神有個計劃 當人跟從神的信教人數 神就有個計劃 如何一步一步將祂釋放 然後神就掛用牧人去幫祂 成就這件事 這個就是神的心 然後有神的行動去做 另外就是 神也都將這個能力賜給我們 我們可以有能力去幫助人釋放 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大家能夠用神的角度去想 我們今天能否得釋放 不是只是說 這個人很煩惱 我們說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說 我以前怎樣 比如很多人 見證都會這樣說 我以前怎樣煩惱 怎樣不開心 跟著耶穌幫我 這個是好的 但是如果我要加多些東西 就說 其實當我很辛苦 很淒涼 很多人都看少我的時候 神已經認識我 神已經去找我 然後到這個時候 神就差異一個人來幫我 安慰我 然後一個一個人來幫助我 提升我 帶領我相信耶穌 然後之後 神又差異不同的人來幫我 讓我完全得釋放 然後我的生命提升了 這樣說的時候 就會更多從神的角度去說 這樣人又聽完之後 哇 神真是好 你有煩惱 神又來幫你 這樣透過這麼多個人 即是當你講到這麼多個人 神用這麼多個人來幫我們的時候 人就更加看到神的作為 所以呢 我就很鼓勵大家 去時時去思想 神的聖情 神的作為 怎樣應付出來 你看到這些人就很難說 不知道怎麼說 我今天就講了 一些叫方法 我們一起讀 第一 神叫我們去做任何事 祂自己都做 祂叫我們有的聖情 祂自己都有 第二 神能將者聖情我能力賜給人 那這裏呢 所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神叫我們做的事 祂自己都做 還有神叫我們有的聖情 祂都有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神叫我們關心人 神就關心每一個人 祂看到每一個人是祂關心我們 很想祝福我們 於是祂就差引人去祝福我們 就是神有這樣的聖情 祂自己都做的 那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就是每一件事發生在我們身上 譬如我曾經認識一個人 他呢 是被車撞到 車撞得很厲害 不過他跌到地上就大力 因為你無論又沒事 你跌到地上就痛了 所以他結果呢 是要找東西拉著他的手臂 一段時間 他說我跌下去 就是車撞得不重 但是我跌下去是重 在當時他都沒有祈禱 但是他即時感受神的同在 因為他經歷過聖靈 他說我即時經歷到神的同在 神立刻和我一起安慰我 這個就是神那種的同在 好似之前Janny分享 他的女兒得醫治 三年至四年的失眠得醫治 他自己又不知不覺 啊 那些頸椎和腰骨 又不知什麼時候得醫治 這個就是神定義去祝福他 當人親認神的時候呢 神一步一步祝福 我們說的時候 都不只是說得醫治 應該說 神呢 在他的身體裏做功 當你親認神的時候 神就已經在路一路做功了 一路做功 將他的頸骨 腰骨一路醫好 他自己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即是他都 可能有歧過土球 耶穌醫治 但有時候都沒有歧路 神就拍醫治 我也都認識的 有人是這樣的 有一個人放在網上 他的見證是蒙了的 他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他的膝頭痛了十年 他說呢 要穿很多種不同的鞋 他才能夠走到路了 買很貴的那些鞋墊 但是為了祈禱 他第一人覺得很鬆很舒服 腿部開始沒什麼痛 後來發現完全治癒了 甚至我們那時候在聚會上十四層樓 都可以走上去 他又沒事 第二 他自己都沒有特別求的 就是他的手扎 他可能有求 不過 那樣東西 他不是很講給我聽 後來他醫好才告訴我 因為他可能覺得太難醫好 因為他由十幾歲 到他 我猜他都有四五十歲 那麼長的時間 一手都是有陣的 他的同事經常都看著他 他說 他的同事就看見他 你的膝蓋好起來 那你的手扎已經好起來了 然後有一天 他的同事說 你的手沒有陣 他看見真的沒有陣 後來完全好起來了 我們會講這些見證 但是我們最好都是說 神看到他膝蓋痛 神就要醫治 神有這個心意去醫治 神看到他的手扎 神都說 我要將來我的榮 當你親近我的手 我就會這樣做 就是神叫我做的事 神就會做 當我們去想神做的過程 就會很欣賞神 就會令到人 哇 這個神真的好 他會逐步逐步幫你 那麼我們越是 想到神的恩典 我們就越有信心 對神 第一就是他叫我們做的事 他有做 然後他的性情 其實這兩個可以分開兩點 所以變成三點都可以 三點 第一就是 第一就是聖情 即他叫我們有的聖情 譬如他叫我們有愛 他是充滿前愛的 他的心裡見到人 他就是愛的 他見到人 他就不會怎樣 看看你有什麼不好 看看紀錄 你有什麼不好 神不是這樣的 神一見到人的時候 他的心就想祝福 神是知道 每個人都很辛苦的 有些地方 神知道每一個人遇到的困難 他見到你的時候 他的心就是憐憫 他知道我們是辛苦的 他就定義我要怎樣祝福你 即是神有這樣的聖情 又有這樣的行動 他的聖情就是憐憫 愛 他又是喜樂的 神不是好像 哇 每一個人都做這麼多 每一個人都要幾十年 哇 每一個人都要幫 幫到什麼時候呢 神話 如果我們是神 是屁豹 哪些人都不聽話 這幫人不要 連聽話的都不太聽話 即是要罰多些的 我們的神就不是這樣的 神是一個很憐憫的神 是不計算我們的惡的神 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即是人越聽得到 越聽得到 越感受到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罪 很多人不聽話 我們每個人都會說 我不聽話 但是神呢 又有耐性回來 祂不是罵我們 當我們生在神的時候 祂不是罵我們 而是感動我們 心得安慰 然後開始慢慢不想犯罪了 因為覺得犯罪不舒服 於是慢慢處理了 當我們這樣跟人說的時候 神真的慢慢把我 以前我怎麼罵人的 但是神令到我心裡 都不想罵人 因為神呢 我們要多說一些神的作為 不只是說我不罵人 就是神本身的心就是很寬容的 神喜歡罵人 所以神的心靈放在我裡面 我們開始不想罵人 開始心很平安 就是想祝福 在我心裡我真的一點點都不想罵人 完全沒有一點點想去令人不舒服 我整天的心都是想祝福 就是神放在我裡面這種的聖情 所以我們說的時候越說得多 就是神的喜樂 神的平安 神的輕鬆 神的智慧 神做的事 神做的事可以分開三點 神在人的生命中 他一步一步有計劃地去幫人 然後第三樣就是 他將這種能力給人 這個二就是三 神將這種能力給人 那麼容易記得 第一就是聖情 一起說 神的聖情 第二就是神的計劃和作為 因為他做的要計劃 神的計劃和作為 第三呢 他將這種能力和這個心 他這個聖情和能力給人 一起說 他將這個聖情和能力給人 就是這種的心態 想祝福人的心態 會賜給我們 你說這三點已經很好的 但是你都可以更加豐富地去想 就是每一樣東西 譬如我用一個例子來講 喜樂 神是喜樂過 他很多東西不斷要做 但他都是喜樂的 他不會說 好煩啊 真是好煩啊 神呢 時時都是這樣喜樂平安的 然後呢 他又有定義 怎樣去 即是他會做 就是他 首先他自己做人來的時候 他都是喜樂的 他都是平安興散的 還有他會將這種喜樂給人 他會將令到人 親人他就會喜樂 譬如這位姊妹 他分享 本來是不開心的 他說十年都沒有喜樂 但是昨晚他真的很開心地笑 那我另一攝錄了 會放上網的 那你可以鼓勵這麼多人 神真的很好 他將喜樂給人 對不對 好了 我們要想一下 譬如智慧 一起想吧 智慧 智慧 那神的聖情是什麼 就是聖情這方面 就是他的智慧 神就是有極高的智慧 他每一種智慧 無論有創造都是有智慧的 神做他的身體是非常奇妙的 每一種東西的禁都是差錯的 醫生說你什麼指數高了 又不行啊 什麼指數低了又不行啊 什麼多了又不行 少了又不行 這個東西都剛剛好 這個就是神的智慧 還有神在人生中做很多工作 就是很多奇妙的工作 都是充滿智慧的 他將一些硬的 我們改的都改不了的人 可以改到 這個是神的智慧 但是我們用人的智慧就不太行 因為我們用什麼方法 罵他 懵惰他 吵他激氣 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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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吵他就越抗拒 所以父母吵他就越吵他 其實用什麼方法呢 神的智慧 對他有愛 關心 聆聽 但是都去引導他 都有一種指導 引導他怎麼做法 不是說沒有 神也有介命 智慧就是神 就是充滿智慧 智慧可以說很多 各方面的智慧 然後做的事 和智慧是怎樣 神有這個聖誠 他做每一樣都是出面智慧的 他做每一樣 他不會做錯的 他的計劃不會是錯的 第三 就是神將這種智慧的心態 譬如 其實我現在來說 處理事和處理人很不同 以前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神給我智慧 為什麼有智慧呢 解釋這個人 是容易發脾氣的 他越發脾氣 你跟他硬碰硬 好嗎 是沒有用的 我們有這個智慧分別 這個人是容易發脾氣的 我越跟他硬碰硬 越沒有用 於是我就受他影響了 這也是一種智慧 神將這種聖誠放在裡面 我看到有人有不好的時候 我的心就不會被他影響 而是呢 我會求神給我智慧 怎麼去幫他 就是神將這種聖誠 還有這種能力 就是賜給我這種能力 這種耐性去幫助他 那我們再說一次 神的什麼 神的聖誠 第二 神的作為 計劃和作為 第三 將這種聖誠和能力 賜給人的 你越接近他 你就開始有這種喜樂 有這種智慧 有這種能力 是給我們的 好了 這裡 下面就是一些的例子 第一 講到接立人 神的聖誠是什麼 是接立人的 神是 無論那個人 多少人說他 又蠢 又懶 又懶 或者 樣子不漂亮 很多人都會 對他不接立 或者他失敗 但是神永遠都是接立的 這就是神的聖誠 那行動呢 神會怎樣 神有什麼行動 對一個接立一個人 他就一步步 將這個人本來是沒有人接立的 他一步步祝福他 一步步提升他 讓他由一個好人 歡迎的人 變成一個 整天祝福人的人 慢慢 越來越多朋友 所以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哇 真是很好 就是當我們講到接立 譬如有些什麼經文講到接立 殺戈 殺戈是一個瑞利 是一個犯罪的人 他掛錢的人 但是耶穌接立他 他就願意把那些錢拿出來 去幫助窮人 這個就是神的接立 譬如這個 薩瑪利的婦人 她曾經五次結婚 都五次失敗 哇 五次都失敗 很多人都說 你五次失敗 真的不行 你婚姻一定失敗 最後現在有一個 不是丈夫 就是同居 就是第六個 不知道搞成怎樣 沒有人接立他 但是耶穌都接立他 耶穌明知道他有這個問題 但是耶穌依然跟他說 你早向他求活水 他就會將活水賜給你 說到基督 他就會將活水賜給你 那就是他的接立 但是這個聖程 又行動 神做什麼行動 神接立他什麼行動 叫他給水喝 叫他找他的丈夫來 其實都是去說起他的事 但是用一個接立他的方法 那也都是當他和那些 當這個婦人和薩瑪利人說的時候 他也都去留在一個地方 去祝福他們 就是他有行動 他有計劃 他將活水用 活水的訊息 就是他為這個婦人 預備一個訊息 就是活水的訊息 就是喝這個活水的人 永遠不渴 就是一個行動 是吧 他的心態 首先他一起說一次 他接立他的心態 接立他的行動 接立他的行動 然後他將這種接立的能力 這個心賜給人 他將這個接立的心賜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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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賜給哪些呢 賜給了一群三百萬人 現在已經賜給他了 他又賜給他 去接立那群人 去請他來 他就將這種能力賜給人 然後下面就是 這個也是跟接立有關的 這個第三、四點 就是有時候你去發揮 其實這個 你求神給你智慧 可以更多發揮的 譬如神不計較我們的軟弱和失敗 即可以講到一些實際的情況 還有神的體重和內心地興起每一個人 這些都是一些關於接立的 好 我們待會 譬如講到喜樂 神的恩典 神是喜樂的 神呢 他的行動都是喜樂的 即他是將喜樂給人 他的行動 他的神同在的地方是充滿喜樂的 然後呢 神就將喜樂的心賜給人 你都將喜樂的恩典給人 這裡我沒有寫到 喜樂的恩典是甚麼呢 你祈禱吧 那個人有喜樂 這件事真的很好 不單止我們有喜樂 人家也有喜樂 而我自己這個喜樂的恩典的秘訣是甚麼呢 我為人祈禱的時候不要揹著重答 為甚麼他那麼久都不會喜樂呢 我們就這樣壓力了 但我在為人祈禱的時候 阿里路亞 一直放鬆自己 一直享受神 所以你看到我一邊唱歌的時候 我特意大家一邊唱歌的時候 是引領大家 引領大家 用一種很輕鬆的方法 你回家呢 你祈禱呢 當然我們都有代討 我們可以為不同的東西代討 但我們現在這裡 主要是引導大家 怎樣去享受神 我就是神的愛中 所以我用很多很簡單的方法 去享受神的同在 這個都是神賜給我的 我本身不是這樣的性格 那就是說 神是喜樂的 神去將喜樂給人 還有他將你用恩膏給人 那你又跟著第三 就是額外一點 神的喜樂是超越地上的喜樂的 有些人呢 哇 很多錢 吃很漂亮的東西 我試過去一次去一個地方 是一個婚禮 這個婚禮是每一個人 我們其實是去宣教的 沒有想到 宣教的時候有這樣的大餐吃 那他那個刺呢 是怎樣的呢 是一疏刺的 即是直接是這麼闊 這麼長這樣 黏緊的 就放在一個碗那裡 下面有一些火 在那裡慶祝這樣吃 每人都一疏刺 一大疏刺 很多圍桌 真的很豐富 有些人就說 我這麼多次應該很開心 我相信他們都開心 不過我覺得那種開心 不及我們聖靈的喜樂 他們有世上的開心 他們會覺得開心 但是那種開心呢 我覺得在世上的開心 是不及的 T上的喜樂是最大的 還有呢 在困難中有喜樂 就是這些我們可以額外的要點了 好了 在這時候呢 我也有些例子 譬如這個要關心人的例子 我們這個講道法 因為有些人新來想知道 我們其實有很多點的 有人的反面例子 一會兒跟我說 人的反面例子 即是說那些人做不到的例子 即是起落 很多人是很煩的 很煩的 然後你說神的恩典 喜樂 他更加會接受 人的正面例子一起說 人的正面例子 就是 有些人喜樂 真是影響很多人 我們有信耶穌之後 很喜樂 然後神的恩典一起說 神的介面 現在重點就是神的恩典 然後第五就是 釋經一起說 釋經 就不是排第五 而是說 總之包括一定有釋經的內容 然後呢 第六就是 如何 亦都可以說一點就是 為何人得不到喜樂 即是和這個反面例子有關 即是說出為何神得喜樂 為何我們不喜樂 可以一起說一下 人得不到神的恩典的原因 一起說 人得不到神的恩典的原因 然後如何 如何一步步得喜樂 然後挑戰 一起說 挑戰就是挑戰 讓人可以開始喜樂 雖然未去到 四年充滿了喜樂 可以做到甚麼呢 首先放下一些煩惱 不要那麼計較 去搖樹周圍的人 心鬆一點 這樣的時候 心又多點喜樂 又日日讚美神 越來越喜樂 最後就是有一個 帶領大家 應用這個經文的祈禱 應用一起說 應用的祈禱 就是怎樣 一起 我們祈禱的時候 放下一切的重淡煩惱 所有煩惱都放下 相信耶穌在祝福我們 定義祝福我們 可以將生命 家庭變得美好的 於是我們一起去 享受神 去感激神 於是我們一切的重淡放下 在耶穌裡面可以喜樂 我們宣告在神裡面 我們可以做一個 開心快活人 阿里路人 在祈禱裡面應用出來 即是這幾點 我們再講一次 人反面禮止 人正面禮止 神的恩典 神的戒命 色激 人不能夠跟從這個恩典的原因 人不能夠跟從這個恩典的原因 然後第七如何 第八是挑戰 第九是土局 即是可以有這幾點 但不一定要有全 不一定要跟這個次序 這裏的主題 就是要關心人 反面例子就是 不關心人的例子和後果 譬如說這個訊息的時候說 我們都有時跟一些人相處 明明有這個困難 有這個問題 但好像那些人都沒有留意到 周圍的人最親的都沒有關心到自己的問題 就是自己一個人去面對的時候 有一種失落感 即是沒有關心 這個世界上 如果沒有關心是很痛苦的 就是沒有愛 沒有一種喜樂的關係 是很辛苦的 譬如當一個人發覺 我家人一個人都不關心我 個個就是計錢 當我有事的時候 不是關心 而是個個都計了錢 你要多少錢 那時候是很失望 那如果這樣做的話 是辛苦的 但是呢 神的恩典呢 人正面的例子就是關心人的例子 然後這裏神的恩典就是 就是神的聖情 首先就是神是關心任何人的 還有第二點我加上去就是神的行動 即使我們說到聖情和行動 他是會關心人的 而第三呢 神將關心的心賜給人 越親人神的人就越需要關心人 那也都是下面有些其他點 就是這個你討告問神 有些什麼其他點可以說呢 在那個情況 例如說到神關心那些抗拒他的人 通常來說人關心什麼人呢 人關心那些對他好的人 但是那些人經常都不聽神說 神都關心他 那我們就去看到神的恩典 還有神關心小事 我們通常想到神是男性 其實神就不是有性別 耶穌就是男性 我們經常想到神就是有男性的表現 但是其實神是有男性和女性的表現 因為女性的聖情都是他很靈 為什麼呢 因為聖經裡面說到 就是婦人已經能忘記她吃禮 已經是不練出她所生的兒子 但是神是紀念我們比媽媽更加更加有心的 神也都是他怎樣呢 他定義祝福我們呢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奇數 可能更多 就是神有很多好的意念 多到一點好像海沙那麼多 通常一個媽媽關心他的兒子有多少呢 你不會整個沙灘那麼多沙的數目的 你關心的數目可能有幾桶沙那麼多 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神關心我們的數目是整個沙灘的沙那麼多 就是他關心我們每一件小事的 好了 神的戒命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們要關心人的困難和感受 關心他的困難和感受 我們要關心對我們不好的人 這個就是聖經吩咐的 以善成惡 好了 這些我們講的呢 暫時就你們做了 我們一起讀過經文 以後呢 你們兩個兩個在旁邊讀 即未做少了 一會少了就會有經文的 一起和善成惡福音十五章五節 我是暴徒書 你們是知子 常在我裏面的 我又常在他裏面 這人就多別我子 因為你要我 你們就不能做什麽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 就像知子丟在我裏面枯乾 人十幾來 榮在火裏燒了 這些經文大家很熟悉的 我簡單地講一講 耶穌就說我是葡萄樹 這個意思不是耶穌是一棵樹 這是一個比喻來的 耶穌是他好像一棵樹 我們呢 他好像知子 知子一定要連在一棵樹那裏 才有生命的 事寫在耶穌裏面呢 他又常在裏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 就是他人經常連著耶穌 很多人對於耶穌的觀念是怎樣呢 總之我信耶穌上天堂就行了 我星期日回到教堂就行了 其實聖經的觀念不是這樣的 是整天跟神有關係 有些人說 這不是很辛苦嗎 我已經有份工了 又要煮飯 又要洗碗 又要做很多事 還要加上一種信耶穌 再加上一種重誕 要看聖經去祈禱 這不是很辛苦嗎 這個觀念就好像 一種額外的責任 但當我們看到 其實親近神是很開心的 是有喜樂的 因為我們就連在耶穌那裏 因為耶穌的計劃就是 我們連著他 就會很開心 很平安的了 那時候 那個觀念就不同了 所以我忙 更加要祈禱 當有重達 不開心 更加要祈禱得力 我初信不是這樣想的 我初信那時候 有些什麼煩惱不開心 我去打球 看電影 我初信那時候就是這樣的 但是我現在 我有煩惱的時候 我就馬上找耶穌 第一時間找耶穌 在我信主之後的過程 我初信主的時候 後期都不是馬上找耶穌 其實很多基督徒 一有煩惱 都不是第一找耶穌 第一找人 但是 是你開始看到耶穌這麼好 你就開始找耶穌 越找耶穌越好 所以這個經文是講出 在耶穌裏 很多生命的廣誌 所以他們的喜樂平關都走出來了 因為離開了耶穌 我們就不能夠做什麼 如果人不在耶穌裏面 就在枝枝 雕在外面 灰乾 就會灰乾 人生起來就瘍在火裡 所以這個講到 是直接不得救的 因為聖經講到 基督徒 不會雕在火裡燒 所以這個講到 人不是經常跟耶穌的關係的時候 這樣的時候 他是生命有問題的 那我就想跟你兩個兩個講 就是去討論 主題 就是 這個講了 就是常在主裡面 多結果子 好了 人反而例子是什麼呢 那你們兩個兩個去談一下 人正面例子是什麼呢 最重要就是 神的一點 記不記得 我先講三點 第一是神的聖情 第二是神的作為 第三 神將這個聖情和能力都給人 去做到這些東西出來 這樣 那你試一下在這裏 找一下這東西 對 你散發